2010年刘云天因为意气两个字 不顾师父师娘的挽留 义无反顾的跟着曹云青离开了德云社 在随后的日子里两人可以说是风光无限 还先后几次登上过央视穿晚的舞台 一起上节目说相声 创办听云轩 无时无刻不表达着离开德云社是个明智的选择 但好景不长 随着两人热度的下降 也受到疫情的影响 听云轩难以支撑只能关门停业 近日两人也穿出猎穴的消息 刘云天在直播时回应称 只是不在一起说相声 但还有联系 一句还有联系 给曾经因为意气 意气出走的两人 画上了一个句号 当然也有很多网友在直播间询问 两人为何分道扬镳 但刘云天却闭口不提 关于两人分开原因 网友们也是众说纷纭 有人说是因为曹云金心已经不在相声上面了 一心向往娱乐圈发展 综艺电视剧电影片约不断 而刘云天搭档不在身边 如今听云轩关门也没有了说相声的舞台 无奈只能分开 还有网友猜测 是因为曹云金的性格太狂了 刘云天曾在采访中表示 两人产生分歧的时候 即使有意见 曹云金也是光听不采取 刘云天说完后 曹云金也是直接说不行不可以 曹云金这样的性格 可能是导致两人猎穴的根本原因 虽然曾经跟曹云金一起离开德云社 但刘云天却跟曹云金不同 曹云金是已经被德云社家谱除名 而刘云天在离开的时候 郭德纲曾再三挽留 再加上刘云天是孟凡贵和郭德纲共同的徒弟 等于刘云天说书的徒 这个师傅是郭德纲 但是那时候郭德纲德云社还不像说 现在这个做的这么成功 他现在说书门专门有一个字 有一个辈分 但是那会儿没有 而且刘云天又算是比较早期 又有我师傅这个关系 所以呢当时四大弟子的这个门里边 大家都知道 曹云金 何云文 刘云平 刘云天 有着这层关系在 相信刘云天如果想回到德云社 怕是不难 在刘云天的直播中 网友也问出是否会回德云社 刘云天也是直言不会道 我能不能回去还要看机遇和缘分 不是我想说回去就能回去的 而且还有一个条件 就是要和曹云金一起回去 由此可见 刘云天不排斥回到德云社 但因为一起的原因 没办法一个人回去 不得不说 刘云天真是一个特别局气的一个人 从去年首次入住短视频平台的光头造型 到如今留起长发开启直播 刘云天这半年多可以说是变化非常大 整个人也看起来年轻了许多 虽然离开了相声舞台 但看得出来 刘云天拿直播也当成了一份工作去做 在直播中 刘云天也表示 直播是他现在的唯一收入 如今也不再创作相声了 怕是刘云天也知道 德云社跟他已经无缘了 期待他能在直播平台好好发展 用直播的方式给大家带来快乐